恋人们为爱情许下诗约好不如礼堂 但你梦想中的婚礼是什么形式 浪漫的户外婚礼 一直是许多人心中的梦想 如何打造完美浪漫婚宴 见证永恒的爱情 今天跟着明周时尚 一同共筑华美绝伦的婚礼盛宴 一般来讲很多人看到这种户外的婚礼的场景 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在欧洲的庭园当中 现在其实我们在台北市 也可以营造这样子浪漫的户外的婚礼 而且你可以看到每一草每一花 就有如在欧洲一般 所以现在不用千里飞到欧洲去 但是大家都可以在这边 在台北市区里头打造一个属于你想象中 你梦想中的浪漫婚礼 所以现在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体验咯 好 很多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梦想你的婚礼是在户外的场景的话 现在已经不是梦想 而且已经有饭店帮你落实了 而且是在我们台北市区内 那现在我们就来访问到我们的行销公关部的经理 Olivia 你好 你好 玲姐 是的 其实这个场景相当的浪漫 而且很多的朋友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建筑主体 就觉得非常的欧风 那当初饭店是有什么样的一个concept idea 想要推给大家 是的 那当初呢 那维多利亚酒店在建立的时候呢 它是以这个英国十九世纪维多利亚的王朝的这个概念 去做设计的一个建筑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钟楼的设计 那还有呢 就是有一个户外的花园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然后带点古典主义 像是台北市啊 比如说有很多的新人 他可能呢 就是大部分大家都在室内进行婚礼 可是没想到台北呢 就在这个地方也有这么好的一个户外庭院式的建筑 这一刻不用再幻想童话故事 或是国外影集中的浪漫户外天地 也不用大费周章 或是终成劳顿前往京郊步上幸福起点 在台北市区就能实现浪漫气派的户外婚礼 而为了迎接人生中最浪漫幸福的那一刻 独特而专属的婚宴主题规划设计 更显得格外精彩重要 其实户外婚礼很多人就有很多的考量 就是怎么样去规划设计 因为这个在室内的婚礼 有很多的硬体的东西 灯光你可以去营造这个氛围 那户外怎么去布置跟规划呢 没错 像户外的婚礼 可以做很多主题式的变化 比如说有些新人他们比较喜欢 浪漫一点 卡通一点的 他就可以带来这样子的卡通的造型 或者是说大家喜欢比较古典浪漫主意一点 那就是可以拼一些像是比较沙坊的材质 去做一些设计会非常浪漫 像现在新人呢比较喜欢fashion一点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跑车等等的一个部分 然后新人就坐着跑车进来 然后在这里下场进去 然后也有一些布置的气球啊 想像的新人在进行结婚典礼的时候呢 然后气球整个往天空飞 是的 哇 真的好浪漫的一个画面 而且呢我想传统的马车到了现代 就变成马力十足的跑车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你想得到 我相信在这个空间里头 都可以为你幻化出你最美丽的 这所谓的户外的场景的婚礼 施华可以有深度 幸福可以更深刻 户外场地特别结合名家花艺设计 将现场幻化成温馨典雅的天地 让人感受浪漫的氛围外 也为你掌握品味与幸福 无独有偶的事 也能在此安排场景喜万分的求婚桥段 或是主题派对活动等 都是留下值得回忆的场地之选 而令人感受到的不止今夜其外 室内宴会厅更是奢华其中 别有天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宴会厅真的好气派 所以Carol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宴会厅它到底挑高有多高 它可以摆多少桌 它总共是八米无处 可以摆五十桌六百人的宾客 真的很辣 而且我可以看到这里头 好像有很多的灯光设备 硬体设备就是有什么特别的设施吗 我们有三十几颗的电脑灯 所以很多饭店来讲的话 像我们来独特就是说 我们电脑灯全部打在红地毯上 所以我们的宴客进来的话 摄影非常的漂亮 而且整个有聚光的功能 对 所以其实在这边的话 里面有一些硬体的工作人员 另外像我们可以看到这红毯呢 在这个区块里头 跟我们的主桌是连结在一起的 是 另外后面有一个主舞台 同时后方如果你想要呈现 是Buffet style的话 有这Buffet的一个桌子 所以其实这边的中西式的一个方式 都可以去呈现 对 真的很特别 像这样子的一个宴会厅 你有看过比较特别的布置 有什么样的布置 其实维多利亚最大的特色是 北市唯一可以连结到户外花园的 一个户外花园婚礼 所以有个花园可以整合 可以办所有的仪式 然后再有个接待区 然后再进来就宴会厅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户外跟室内 融合在一起的婚礼 也是OK的 那可能就突破了这所谓的六百人 可以更多人了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它要引用的空间 可以去做的一些设计 跟你的一些梦想 真的可以有无限的空间 而为了迎接宾客的到来 在这里也有个特别的迎宾Candy Bar 由饭店甜点师傅坐镇 提供甜咸多样手作美味选择 让宾客在等待时先奠念味 借此也能增进与亲朋好友间的情感交流 相信许多准心人 对于张罗婚礼琐事 牵头外絮而望而却步 在这里关于婚宴一切的繁文肉贤 也有专人来为各位准心人 量身规划与打造 让时下忙碌的心人省下不少心力 轻松走上红毯的那一端 Carol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其实新人像艾琳我自己也结过婚 就会知道在婚礼前就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这想法都是一团乱 所以都不晓得从何着手 这个部分听说你们的饭店 就有一个所谓的show room 会慢慢的帮大家一一的介绍 然后厘清做很多的选择 就像艾琳姐讲 当我要办一个婚宴的时候 很多琐事 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 让大家喝个下午茶 就把所有的事情给谈妥了 那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特约厂商 譬如婚纱 戒指 花艺 公司 一起来跟我们来 洗铁都有对不对 对对对 来一起帮大家处理这些繁琐事情 对 我知道对不对 我那个晚一点结婚就这些服务了 贴心的婚礼顾问服务 为各位准心人省时省力 掌控预算外 客制化的服务 无疑也为准心人们 创造一场独具一格的幸福回忆 一场冰煮敬欢的婚礼盛宴 除了服务 场地与软硬体设备 美食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然而先偏一律 加上调味过重的宴席菜 是否让人不敢恭维 如何呈现别出新材的舌尖美味 广告之后 让拥有粤菜厨房美名之称的 香港资深主厨来告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宴是人生中最美丽的时刻 也是人生中最深刻的回忆 在台北大志区有一间充满古典浪漫氛围的五星酒店 不但为新人实现在市区举办户外婚礼的梦想 更能竞享奢华气派的婚宴感受 一场兵主敬欢的婚礼盛宴 除了服务 场地与软眼影设备 美食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桌宴菜千百种 如何让座上兵留下舌尖上的记忆 赶紧跟着爱玲一块来品尝品尝 现在呢 我要为大家介绍 当然也是我们婚宴当中的重头戏 那当然也是让我们的长辈 还有新人相当有面子的菜色 因为呢 婚宴当中就是要好好的款待 就是带来这么温馨祝福的一些亲朋好友 那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访问到 又有三十七年厨艺经验的 何主厨您好 你好 大家好 刚才我们的何主厨有讲到 鲍鱼是一个重头戏 那我们就要请主厨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您料理的方式 另外还有就是这鲍鱼选择的等级 我想有介绍我们那个鲍鱼的料理方法 我们现在是采用一个比较新的手法 那我们这个鲍鱼 我们是拿它那个火鲍鱼来做 那我们保持85度低温去处理 那我们就用楼汁火腿 包括我们用干杯鸡座 这样子去喂它八个厨师 那它特别的地方是 它锁着鲍鱼的鲜味Q彈 但它细节上有一种干包的那种感觉 好脆喔 里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干贝 虽然很多其实我们在外面餐厅吃到的 可能酱味没有那么顶级的话 就是可能是酱汁的味道比较重 但是干贝自己本身就是 除了酱汁把它剃掉了 就没什么味道了 可是这一个除了它的口感好 熬进去的这个味道 都已经存在里面了 所以像中间这个搭配是什么 我们用一些东西的这个食俗 还有我们就是健康素球 我们的料理都是以小油 小银为原则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美味之外 这个少油 而且非常少的佐料在里头 保持食物它的原味 尽量去用其他那把主食 把它的味道带出来 对不对 以低温烹调舒肥法 祭出豪黄南非鲍鱼 成功开洗胃类后 下一道香槟蓉炖花椒 不但以顶级食材 呈现舌尖上的美味外 吃完还会让你拥有好面子 好珍贵的一碗汤 来 主厨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我真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香槟蓉炖花椒 那我们最后香槟蓉炖 它现在是一个顶级的菇类 它的多糖体 和其他菇类的有六倍的多糖体 另外我们最后写的炸料花椒 花椒它是一个炸原蛋白 非常高的一种食物 对身体非常好 而且对于女生的皮肤来讲 都有 确实有很有弹性 真的太美味了这个汤 而且你可以看到里头的食材 真的它所谓的味道 就是来自于食物的原味 对 完全是原味的 因为没有那种死咸的那种味道 对 对 对 我们不愿意炸什么天仗糊 我们完全处于酪梨的鲜甜 还有干杯的鲜甜这样子 真的很赞 所以其实我觉得 只要懂得吃的人 来到这边绝对会吃得出来 它是多么的顶级 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个 要请何师傅帮我们介绍了 我们这个龙山 我们除了采用火龙山以外 我们只是用精的龙山来做基地 所以这样我们这个日本南瓜 跟高盖鲜来 而且中西融合这样子 一种酥子淋上去那个龙山 我刚才就在想说 这上头看起来是不是芝士 不是叫健康吗 难怪你可以看到它用的这个酥 果然就是天然的 完全没有 南瓜 高盖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南瓜浓汁 撒在上头的 就是真的就非常的健康了 对 因为南瓜本身有点甜味 所以用甜味来 其他的味道 对 鲜味 所以更好吃 然后您可以试试看 我们这个龙虾 都是当天现场处理的 也就是火龙虾 而且它的筋量都是算好好的 好吃 其实我觉得这个火龙虾 它的口感一致一召 除了它的鲜甜美之外 脆度 它最重点是我们食材的腥腥度 再加了我们一些南瓜去 引出来那种口感非常好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师傅 他非常的会运用这所谓食材 去引出他原本主食的这个味道来 对 所以真的很赞 又健康又美味 不华专装饰 不过度加工 灵活运用食材的原味 健康看得见 吃得更安心 下一道同样以健康概念 取向出发的功夫菜 鲜酥翡翠石斑鱼卷 石斑鱼与台湾在地季节食书做搭配 经典好滋味同样令艾琳赞不绝口 这是功夫菜了 然后把鱼肉给爆下来 然后直接把这些菜色给卷进去 对…因为我们就是一直都是 真的是真正做到除了美食以外 还是健康的素材 所以我们这个鱼垂料 我们把它的鱼肉取出来以后 我们还拿一些青花菜 菇利的东西来陪陈 我们里面准备 所以现在我们看季节 现在我们是水莲菜 里面红萝卜条跟冬菇来调味 迫不及待 好好吃 而且我觉得鱼肉它爆下来 它没有碎掉的感觉 还是一片有扎实有弹性 而且有鱼香味在里头 再加上蔬菜 包在里面它的纤维口感 会有脆脆的感觉 好棒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来到这边其实真的是感受到 真的是又有面子 而且吃的美味 而且真的是非常的健康 相信绝对带给大家一个 冰煮静欢的夜晚 互定终身的感动 不只因缠绵翡测的爱情故事 情意深切的婚礼过程 同样让人回味无穷 尤其浪漫唯美的婚礼 更是由一个个触动 人心的细节串联起来 花点小心思创造幸福记录 为道场的每一位冰河 留下美好回忆外 也为自己留下珍贵的回忆 看完了我们今天的介绍之后 相信很多准备要结婚的新人 已经有很多的想法 不外乎是自己如果想要选择 在户外的欧式婚礼 或者是在我们的宴会厅当中 不管是菜色布置 以及怎么样去迎接你的宾客 我相信我们都给了你 很多的想法 所以在这里祝福大家 也希望我们有情人终成眷属